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机关 通过点击事件可以控制它开关 那么得控制点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把它移动到稍微偏一点的地方 让玩家找一找 然后点击它开一扇门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门好了 找到我们的Blueprint 新建一个蓝图类ActorBP 我们取个名字叫做BPGate 这几个步骤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 很简单 找一张门 我们找一张门 找一张Gate Gate 这种门像穿越的门 我们用墙来做门 这种门开上去更加机械一点 好 想让门来进行开关 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 好 这样门就开了 这样门就关了 实际上门就有两个事件 如何为门什么受开什么受关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 由这个把守决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门来做两个事件 添加 它制定一事件 第一个事件叫做Open 然后第二个事件叫做关闭 一个是开门 一个是关门 怎么开怎么关 实际上大家用时间轴就可以来实现 对不对 我们快速的来添加一个时间轴 时间轴 把它叫做Gate Gate 双击进去添加一个浮点 添加一个关键帧 添加一个关键帧 好 对大家都熟悉的 00 第二个点就是花0.5秒钟之后开门 然后这个是00 第一个值是00 好 0.5秒钟乘0到1 这是一个时间轴 我们把它改为α 这个α就控制一个差值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这个差值 差值来开关这一个门 然后我们可以用向量 但也可以用什么 我们就用这个浮点数就好 浮点数 我们把它断开 α是控制这个α的 然后控制这个门 我们就这个东西 它的相对位置 对不对 set relative 位置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应该要上下多少 首先它的基础位置是0 0就是关 对吧 然后如果要全部开开的话 需要下降个-300 -390 -390 所以我们就0到390 开门就是什么 就是0 然后从0到3-390 来进行开 然后传给它的z轴 所以只要z轴 我们需要把它给拆开 分割开 然后传给它的z轴 然后update连在这个位置 然后关门就是reverse反折波 对不对 从-390到0 反折波 好 不要简单 0.5秒了 开关门 但是什么时候开关门 我们现在是便宜保存 放在这个地方 用我们的这个门把手 门把手 它必须得要配一个门 怎么来呢 门把手就必须有一个变量 添加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类型 我们称为gate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门 BP gate 它必须得有个门 当然这个把手可能做 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作用 不一定是开关门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给给门配一个把手 在这个地方配一个把手 加一个把手也行 但是我们先实现这一个 我们先实现这一个 给它来一个这个叫做gate gate 放在这个地方 好 当 而且需要把他的眼睛给打开 因为他可以换不同的门 把眼睛给打开 好 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门把手 然后另外把我们的门 刚刚做的这个门 也要拖出来 拖到 这个门最好是来个箭头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前后是多少 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好 这样可以看到了 现在是这样门是关闭的 这样门是 这样门是关闭的 我们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这个门把手的开关 来控制这个 门 Gate Open 和Close 好 刚刚我们做了门的两个事件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决定在哪个地方运行 对不对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好 看一下 怎么来开关门呢 我们用这个Flap Flop Flap Flop A就是开门 所以我们就执行Gate的Open Gate Open 然后再 然后下面就是Gate的Close 好 这个地方我们的自定义事件 就是这么用的 我们在Gate里面 设置了Open和Close的两个 自定义事件 在这一个门把手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执行它 看到没有 Open和Close 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世界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来来执行一下看看 好 现在点不了 我们要进去 好 这个门没有反应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给它指定是哪一张门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择它 告诉它 我现在要开哪一张门 我们往上走 往上走 这里Gate 是这一张门 是指定的这一张门 我们再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就OK了 但是没有关门 为什么没有关门 找一下原因 这个Close是一件 转回 转回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轴里面 是不是 使用最后一个关键针没有打开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改成0.5秒也行 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是OK的 我们打开门之后 就可以进入 没有打开门 就进不去 就挡住了 好 我们这中央做了一个 这一个 用机关来开关门的方式 好 谢谢大家